瞬息之间 方寒的脑海中就显现出了 风遥光修成天仙 然后破空飞升的情况 与此同时 方清雪寻找到了 自己当年遗留下来的宝藏 还有一句一句的遗退 飘荡在无穷的时空中 缠绕着亿万兆的雷霆 然后被他的本尊所收取 在记忆中 方寒这才了解 方清雪当年 自己布置下的棋子 简直是太多太多 一个个的宝藏在宇宙中兴罗齐步 而且他也知道了 方清雪从上古 一直转了多少事 每一世都遭遇到了天界的追杀 最终凶险地躲藏过去 没有被形神拒灭 有很多次 都被天界的高手彻底打灭 但是最后凭借 永生之门的灵魂烙印 显之又显地重新复活了过来 方寒感觉到这些记忆 简直是心神摇曳 石剑 你放心 这一世 我无论如何 也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 你这一世 就算是我清静生命 也要让你重新回到 上古之时的荣光 成就天君大位 方寒发誓道 哈哈哈哈 一只蝼蚁也望谈天君 天界大人物一阵狂笑 似乎是最终布置好了阵法 会员无极图所化的壮立山河 也稳定下来 龙界已经不再是龙界 方寒心中一沉 他居然感觉到 天界大人物的阵法 封锁了八部浮屠和龙界的感应 使得自己无法借到龙界的元气助力 一般来说 仙气级别的八部浮屠在龙界之中 威力可以使得使用者千百倍的提升 甚至是相当于帝皇叔 在玄黄大世界中的功能 但是现在一被封锁 就等于是压抑住了他的手脚 不过他自负和方清雪会合 战力飙升 也未必就不能够打破封印 冲出去 只要逃避过大人物的追杀 天高任鸟飞 海阔任鱼月 师姐 我们联手打破封锁 逃离出去 以后寻找机会 飞升天界 我练成了三十三天之宝 可以无声无息的飞升 不被天界任何人物给知道 方寒暗暗把自己的战力 提到最大的极限 准备爆发出惊天动地的一击 撕裂会员无极图 你先走 我来电后 这天界大人物有后招 绝对不是那么容易对付得了的 方清雪突然开口了 什么 方寒一愣 这次无论如何 也不会让师姐 你守护我 而是换我守护你了 一切都不要说 会员无极 给我撕裂 在意念闪烁之间 方寒率先出手 身体一下 化为了数个 各自打出造化 起源 裁绝七世 诸天轮回等各种绝杀之招 却没有攻击向天界大人物 而是对着会员无极图去撕裂 吃了 吃了 数十张会员无极图都被撕裂 一股龙界的原力 似乎涌了进来 方寒心中大喜 就要冲杀出去 但这个时候 那天界大人物一声冷哼 突然更多的会员无极图 衍生了出来 居然把裂缝填补 与此同时 大人物向前猛地踏出一步 方寒的许多化身连续爆炸 一切神通 全部瓦解 我这虚实两相大阵中 都是随着我的心意运转 我的心让它真实存在 它就真实存在 让它是虚幻 它就是虚幻 天界大人物瞄准方寒 再次一抓 大手笼罩 吞吐不定 直接攻击方寒的玄仙法则 他的另外一只手 捏向了方清雪 一箭双雕 向两人发动了猛烈攻击 方寒脚踏玄妙步伐 三十三天至宝流传不息 显现出了永远不会衰竭的战力 突然之间 他心灵一动 打出倒数的时候 快速穿梭过了 三十三件宝贝的每一重阵法 这一下突如其来的灵动 居然打出了出其不意的效果 他的每一门倒数 一击杀而出 都经过三十三重至宝的流转 就好像经过了 三十三重无上仙道大阵的螺旋催动 威力比自己一击要提升了三十三倍都不止 一击造化神拳的无天沙打了出来 方寒居然化为了三十三尊人影 每一尊人影打出的威力 都和自己本体的威力一样大 这刹那之间 等于是三十三尊方寒 同时攻击天界大人物 一阵元气阵 本来一个方寒 都已经是极其恐怖 战斗力堪比半步惊鲜 大能的存在 更何况 现在相当于三十三尊方寒同时出手 天界大人物的大手一下 就被击得粉碎 那会员无极图再次被撕裂 布置出的大阵打开了一个缺口 龙界的元气滚滚降落下来 甚至苍穹上方 一尊龙界大日再次播发 亿万兆的火龙降临下来 要焚烧一切 方寒再次引动了龙界大日的力量 三十三倍战烈 天界的大人物都吃了一惊 没有料到 方寒居然在突然之间 领悟出了三十三天至宝真正的奥妙 这套宝贝 作为造化神器 玄妙无穷 要真正掌握 方寒还远远不够 现在 他一下发挥出三十三倍战力 也是一个巧妙的念头 嗯 方清学也是一愣 他本来以为会陷入苦战 却没有料到 方寒居然打出了三十三倍战力 撕裂大阵 走 事不宜迟 他当机立断 就神念通知方寒 立刻离去 不要在这里逗留 咔嚓咔嚓 此时 方寒虽然打出三十三倍战力 撕裂大阵 但是身体好像磁器一般 出现了裂痕 甚至他细微地察觉到 三十三天至宝上面 也有密密麻麻的痕迹 使刚才的力量太过凶猛 使得里面的仙道阵法 和本体破裂 如果再施展出一次三十三倍战力 这套三十三天至宝其中的仙道法则 就有可能破裂 甚至是失去效果 需要再重新凝炼 他立刻把体内所有储存的原始之气 都喷发出来 竭力修复三十三天至宝破裂的痕迹 同时 他身体向上一跃 就要和方清雪顿走 这尊天界大人物 实在是太过恐怖 不修炼到惊仙之前 根本无法击败他 登登登 天界大人物的大手 被方寒三十三倍占了一下击溃 一连退了三步 脸上显现出难以置信的神情 随后刹那变化 取而代之的是冰冷杀鸡 好 你是第一人 居然可以把我击退 不过 你的三十三天至宝 不过是下品仙气 只能施展一次三十三倍占力 否则就会破裂 变成一堆废物 除非是你再度替他进阶 修成中品仙气 不过 这已经不是你 能够完成的宏伟功成 天界大人物的神念铺天盖地 再度封锁 又要把方寒和方清雪笼罩在气中 彻底扼杀 不过这次没有这么容易了 方清雪脸上 始终显现出了淡淡的笑容 嘴里 唱出了命运之神曲 一股滔滔不绝的命运长河 从天而降 把天界大人物的神念全部重开 这已经不是小宿命术了 方寒心中一震 他感觉到 方清雪的小宿命术 已经和自己修炼的截然不同了 那已经不是宿命的力量 而是一种比宿命更强大 无可抗拒 处于一种天地巅峰 掌控着所有生灵 所有非生灵生死存亡 旦夕祸福 弃运的力量 造化之力 起源之力 终结之力 在这力量面前 都似乎低上了一劫 就好像一群王者 在看着自己的皇帝一般 这股力量 才是宇宙之中 至高无上的原力 超脱一切 掌控一切 无处不在 却又不显现在世间 这就是命运之力 不 方寒 这不是命运之力 还是宿命之力 要变化为命运 需要许多变化 方清雪的神念 从力量之中传递出来 我的毕生 都在追逐命运 久死一生 精力无穷结束 这一事 我要去天界 把命运最终抓在手里 好 我就助你 方寒此时 已经把33天至宝修复好 他的原始之气 非常的多 而且 本身玄仙法则 异常雄魂 不像别的玄仙 稍微移动 修复仙气 就要折损本源 不过 他现在 也不敢再次动用 33倍战力 免得宝贝破裂 得不偿失 诸天轮回 辅助方清雪 他打出了 诸天轮回的杀招 同时催动八部浮屠 和龙界的本源 合二为一 刹那之间 龙界的本源之力 朝水涌入 他举手投足之间 就有龙界的大力 大手遥空 朝着天界 大人物一拍 哦 龙界无数的地面 冲起了天柱般的龙气 方圆树一里的空间 居然化为了一片片的龙灵 无数龙族古老的圣灵 似乎在空中出现 都围攻天界大世界 这一刻 整个龙界 都成为了天界大人物的敌人 我自灾难中来 诞生于灾难之中 所到之处 为世间传播灾难的结束 人世间得到灾难的磨练 才会成长 没有灾难的降临 世人也不会知道 生存和幸福的尊贵 面对这一切 那天界大人物 突然脸色一变 无比的肃穆 无比的凝重 口中送念着经文 刷的一下 整个天空 大地 海洋 虚空 全部变化了颜色 方寒的龙界元气 瞬间就被镇压 不 不是被镇压 而是抽取一空 被凭空挪移走了 走 快走 他在动用天界的本体神力 方清雪脸色也骤然大变 第991章 进入陷阱 天界大人物 突然展开了绝杀手段 竟然沟通天界自己的真身 降临下最强的惩罚手段 突破龙界的束缚 要一局 把方寒和方清雪 彻底杀死 这是他真的怒了 方寒接二连三地 在他手上占便宜 尤其是 借助他的手 把智天门炼制成了仙气 如果不是自己的金仙元丹 许多无极设立 方寒就算是再过一百万年 一千万年 也不可能把三十三天至宝最终变化 晋升为悬仙 到达现在 他三番五次要杀方寒 却被这个小子一一破解 反而是实力越来越强 甚至刚才发挥出三十三倍战力 还击退了自己 这简直就是一种侮辱 他是何等人物 在天界都是雄霸无敌的大巨头 现在到达世俗中 取一个小辈的性命 居然还弄出了这么多的波折 看见天界的大人物发威了 方寒和方清雪都知道 现在唯一只有逃走 否则对方的怒火降临下来 根本不能够抵挡 天地之间 处处都充满灾难之气 方寒催动的龙界本源 再次被压制了下去 不过方清雪眼神向上一番 再次打出了一股 诸天都未知逆转的命运气息 永生之门的灵魂烙印再次出现 把那灾难之气 搅得风起云涌 方寒则是抓住机会 当空一阵 造化神拳打出 又从灾难之气中 撕裂了一道口子 两人再次钻了出去 让他无法推算出我在哪里 方清雪传递神念给方寒 无妨 我们向龙界深处顿走 龙界之中 也有无数不出事的高手 他想横行霸道 那还早了一点 方寒胸有成竹 如果有必要 我还要深深算计他一次 他的这个分身 是整个无极大世界炼制而成的 有金仙法则蕴含在其中 如果世界能够吞了 你居然有这么大胆的想法 方清雪都大大震惊了一下 现在他的这尊身体 是不折不扣的金仙 在世俗之中已经是无敌 也不会出来和他对抗 那些老古董 顾忌天界规则 他却一点都不顾忌 而且以我们现在的实力 能够逃走都不错了 算计他是万万不可能 不过 如果真的能够吞了他的这尊分身 那对我有无与伦比的毕业 我飞升天界 恐怕立刻就可以成为绝代霸主 不到金仙 飞升天界也就是小人物 只有金仙才是大人物的开始 哼 我们是现在加起来 也都只有半成的机会 在金仙手里逃命 但是我断定 神族不会这么舒舒服服的 就让这个大人物 肆无忌惮地横行下去 肯定会有杀手锏 那天飞乌魔 不是个简单的角色 他要成为神族主管教化的圣王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次神族大劫 他一定要打一个漂亮的圣仗才行 什么是圣仗 很有可能 击杀这尊天界大人物的分身 才是最大的圣仗 很有可能 天飞乌魔 甚至在某一个地方 看着我们 想要把我们一起算计进去 那就大获全胜 方寒的神念 在亿万分之一个刹那 就推算出了种种变化 然后传递进入方清雪的脑海之中 我们未必不可以借助这次机会 反败为圣 把这尊天界大人物的分身给瓜分了 只要你得到天界大人物的躯体 进入天界闭关 也未必不能够突破到惊仙境界 你的推算不错 天飞乌魔是个厉害角色 甚至比他的丈夫 帝氏天都要厉害 在神族之中的威信 也比帝氏天要高 要不然 在远古的时代 鸿蒙道人也不会亲自出手 把他杀死 却让他逃过了一劫 现在重生 天地之间又是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到来了 方清雪心头一动 两人风驰电掣 向龙界深处顿走 龙界浩瀚无边 越往深处 龙溪越来越浓厚 对于仙人的排斥能力就越大 当初方寒最初进入龙界 就遭遇到了排斥的力量 感觉到普通的神通秘境高手 飞都不飞不起来 那只是龙界的边缘 而现在 却是龙界的深处 越来越浩瀚的龙历 越来越高大的山脉 古老的巨木 丛林 都显现出 洪荒古老的气息 到达了龙界的深处 四处寂静 连天龙都没有一头 似乎居住的 都是太古龙族 最为厉害的大神通者 而且强烈的龙溪 就算是长生秘境一重 二重的强者 都恐怕受不了 举步维艰 只有进入了洞天境的高手 自己开辟空间 才能够在其中穿行一二 不过 一些古老的力量 沉睡在龙界深处 高大颜面的山脉之中 人类修士 根本不能够进入龙界深处 就算是力量巅峰的虚仙 真仙 天仙都不敢随意出入 但是现在 这种情况打破了 一股巨大的灾难之气 弥漫上意里面 到达哪里 哪里的龙界法则就开始扭曲 下一刻就开始崩溃 这么大的动静 龙界却安安静静 没有一股古老的力量 前来阻止 似乎是都怕了 这天界大人物一般 任凭这大人物追杀方寒 不过方寒和方清雪 现在逃跑起来 十分的惬意 龙界深处 本源之力浓烈的不像话 对于八部浮屠来说 大有必义 片片元气飞入浮屠中 凝结成了始龙之符 雪花一般的飘落 然后开始燃烧 那始龙之符 也不是虚幻的元气 而是一片片结实的龙灵 蒸蒸有声 四金四铁 铿锵有力 似乎并不是龙界元气凝结 而是龙界最为珍贵的 古老龙族留下来的一颗 在龙界深处 方寒依仗八部浮屠之力 是如鱼得水 三番五次 逃过了天界大人物的必杀之招 而天界大人物 始终在后面追赶 一点都不放松 让方寒和方清雪 一直处于极度的危险地步 根本没有办法向外逃窜 进入龙界深处 也只有死路一条 天界大人物的意念波动 传递变了千山万水 他再次积蓄力量 眼神一寒 催动了有史以来 最为狂暴的杀招 他的手掌上 突然跳跃出了一道千丈长短的轨迹 是天道运行的轨迹 切割向了方寒和方清雪 与此同时 他张口一吐 四面空间塌陷 龙界都有了一种 要干扁下去的味道 速速躲闪 这是绝杀之招 天之轨迹 危险降临 方寒和方清雪 都全身都站立起来 后面的轨迹切割 等于是天道运行 直接碾压 任何阻挡着轨迹的存在 都等于是躺臂当车 两人联手 突然合力施展出了小宿命术 千回百转 在天之轨迹的缝隙之处 躲避了过去 但是 一个宇宙国度 已经凝聚成形 把两人囊括了进去 是天界大人物 祭出的法术 这下 方寒和方清雪 似乎已经走投无路 不过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之间 龙界深处 足足有三股力量 冲天起 这三股力量 每一股都相当一尊 大世界猛烈撞击 龙界天空的大日 都微微摇晃着 无数火光流星火雨 降落下来 三股力量 凭空凝聚成了三尊龙爪 每尊龙爪 上面都有八只爪子 显现出了 荣耀和尊贵的气息 真正的大罗之火 在上面熊熊燃烧着 密布成了太古的龙纹 对着天界大人物 就进行镇压 龙界这些老不死 果然对本尊出手了 你们难道不怕天界规则 天界大人物常常一笑 冲天而起 对着三尊龙爪 进行了攻击 砰砰砰 三声巨响 龙界深处 足足十亿里方圆的山脉 全部毁灭 大地露沉 天界大人物 却并没有击溃那三尊龙爪 那三尊龙爪 还是狠狠地镇压了下来 把他周身的灾难之气 压迫得寸寸军裂 三尊老不死的 你们在龙界也待得太久了 居然敢出手对付我 你们要知道 一旦出手 就触动天界规则 使得你们飞升 到达仙界 你们要遭到 无穷无尽的仙界大军围攻 天界大人物再次怒吼 无数天之轨迹打了出去 终于把三尊大世界 一般巨大的龙爪撑了起来 天妃无魔 你还不出手 这次 我龙族和你们神族达成了协议 在圣祭玄黄大世界之后 我们龙族也要进入天界 叱咤风云 在小小的世俗之中 我们龙族困了许久了 只有天界 才是我们龙族的最终战场 我们这次出手 支持不了多久 在99个呼吸之后 就要飞升天界 你若还不出手 我们就压制不住他 他的这尊分身 控制无极大世界的本源 非常厉害 我们灭杀了他 这样 他的真身也阻止不了你们 炼化整个无极大世界了 苍老 浩瀚 博大的意念 从那三只龙爪之中传递出来 果然 是神族和龙族联合了 不要急 这尊分身 还有方寒 殿母天君的转世之身都不能跑 全部进入我神族的掌控之中 一声响彻 白发飘飞 在龙界的时空深处 天妃乌魔 缓缓走来 第992章 惊仙法则 天妃乌魔 终于出现 和龙界老不死的古董 联手击杀天界大人物的这个分身 连带方寒 方清雪 都笼罩在其中 可见是要一击必杀 全部纳入囊中 那三尊龙爪 显然是三尊遥远的龙族古董 堪比惊心的存在发出来的 不过 他们却没有显现出真身 因为这个世俗之中 根本不允许他们 发挥出真正的力量 而且 就算是发出这一击 在99个呼吸之后 他们就要立刻飞升 不能够容纳片刻 但是 就算99个呼吸的时间 威力仍旧超越天地法则 击杀所有存在 三大龙爪 缓缓镇压下来 连那天之轨迹 都开始崩裂 天界大人物 脸色骤然变化 拼尽全力 却阻止不了龙爪的下压 可恶 若是本作的真身降临 你们统统都得死 天界大人物恼怒 向上打出了一门古老的神拳 巨大拳头 破空而出 对着三大龙爪 轰击出了必杀的一拳 与此同时 他另外一只手 抓住了方寒和方清雪 熊熊化仙圣光 剧烈燃烧 企图把两人练化 但是两人联手 瞬息之间 化为了一座永生之门的虚影 那化仙圣光怎么淬炼 都无法渗透进去 方寒和方清雪 把永生之门的灵魂烙印 和治天门结合 发挥出了鬼神难测的妙用 如果天界大人物 施展出全部力量 倒是可以破开两人的封印 但是现在 要抵挡龙界三尊老不死的古董袭击 哪里有余力来练化 命运长河 世间永在 方寒和方清雪此时 联手之间 相互先道法则 真气贯通 刹那之间 方寒学会的起源神拳 造化神拳 终结之道 诸天轮回 等等各种绝杀手段 全部都涌入了方清雪的脑海 而方清雪的诸多大道经验感悟 也都进入了方寒的意念 两人相互交换道数参悟 刹那之间有了极大的比喻 此时此刻 两人处于了一种奇妙的状态 好像宇宙最初诞生 中央玉玉出的圣胎一般 动而不动 见而不敬 非有想 非无想 那至天门悬浮着 任凭化先圣光的祭练 纹丝不动 而且在圣光之中大放光明 似乎要脱离圣光飞跃出来 这显现出了 方寒和方清雪的修为 越来越精纯 而那三十三天至宝 也越来越凝炼 刚刚因为爆发 三十三倍战力产生的裂痕 全部修复 天界大人物 也察觉到了这种状态 不过却也没有任何办法 他现在主要的精力 是用来对抗龙界三尊高手 防备天飞乌魔的偷袭 不过 就算是他在防备 天飞乌魔还是动手了 这尊神族未来圣王 地位极高 乃是深不可测的高手 一动手 没有丝毫烟火之气 三千丈的白发一甩 乘风踏浪 秀美的脸蛋 凛然不可侵犯 他的手掌 散发出了一种世俗之中 根本无法看清楚的光泽 一团烈日降临 又好像是悬挂在虚空中 亘古运转的大道爆炸了 直接击杀 你的这个分身 是无极大世界炼化而成 对于我十分有用处 我就把你一招击杀 让你的真身在天界颤抖吧 灭道 天飞乌魔这一招 似乎是倾尽了全力一击 但偏偏潇洒自在 没有一丝的烟火之气 扑吃 这一掌 就直接洞穿了天界大人物的身体 在他的身体心脏部位 打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我的身体 是不灭之躯 永生之躯 给我恢复 天界大人物突然一下 身体上冒出了一层层的灾难云气 化为了无数的温神 鬼神 魔神 冲天而起 随后他的身体上的窟窿 渐渐融合 竟然又恢复了全盛时候的实力 与此同时 他整个人意气飞扬 把长啸养天 阴波把三尊龙爪震得开裂了 无极本源 倒在天下 他突然一下 把抓在手里的方寒 方清雪 至天门一下送入了自己的身体内部 封印起来 空出双手 一拍一抓 无限浓缩 元气吞吐之间 天地都在掌握之中 硬抓天妃乌魔 所向无敌 天妃乌魔 在这大人物发威之下 脸色也异常凝重 身体闪烁 化为了一道存在 又不存在的影子 三千长白发也收拢了起来 化为一片白云 似流水 似云彩 飘来荡去 近乎于自然 在天界大人物的大手之下 逍遥自在 不受伤害 两大绝世高手 展开对拼 你来我往 看似优雅 但杀鸡蕴含 稍有不慎 立刻血染星空 化为乌有 不好了 我要飞升了 再也支持不住 突然 一尊龙爪上 传递出来了 苍老古朴的声音 显然是那龙爪的主人 再也忍受不住 天界规则的接引 要破空飞升了 无数金芒缠绕在龙爪上 先阴阵阵 天界出现了一个大窟窿 一条长达数百万里 只有史诗中才存在的巨龙 隐隐约约飞入了天界之中 不过 这条巨龙在最后飞升的一刻 龙爪一阵 对着天界大人物 打出了毁灭性的杀招 龙界最强的杀招 群龙无首 天地打击 呜呜呜 群龙乌叶 龙界都在哭泣 无数的声音 奔腾而来 瞬间就把天界大人物的身体上面 震荡出了裂痕 我也要飞升了 我也一样 天界接引之力 好强大 我一动用惊险法则 立刻就抵抗不了天界的吸引 不过飞升之后 广阔天界 出来了急促的声音 随后 两尊龙爪 也同样打出了群龙无首 天地打击 立刻之间 整个龙界似乎都开始沸腾 远古的群龙 在哭泣 在嚎叫 在欢庆 在赞美 在飞舞 天界大人物终于忍受不住 身体巴搭一下 寸寸裂开 成你病 要你命 天飞乌魔这一刻 显现出了他的凶狠 一飞而来 三千丈白发 每一根都刺入了天界大人物的身体 现在这一刻 他占了绝对的上风 世界 我们现在已经被天界大人物 封印在了体内 怎么办 方寒和方清雪 现在进入了另外一片天地 里面处处都是一种无极仙气 成千上万的无极舍利 在其中按照天道运行的轨迹在旋转着 组成了一座玄妙的大阵 那些大阵的阵眼 就是人体学窍一般 死死地压制着方寒 不使得他脱身 这已经是天界大人物的身体之中了 天界大人物的这具身体 是无极大世界所化 整个大世界的本源 现在化为了无数的无极舍利 转化为大阵 和人体的学窍 经脉一模一样 坚守不出 始终可以寻找到机会 方清雪冷静地道 方寒却是推算了一番 知道自己暂时破不开那些大阵 他一面询问方清雪的意见 一面运转动天眼 就看到了在天界大人物的这具身体之内 有一些隐秘的地方 储存有极其强大的金色圆球 好像一个个的金色宇宙 镇压万古 只要一动 自己就会遭到这些金色圆球宇宙的击杀 绝对是很难支撑下去 那些金色圆球 就是金仙法则 方寒心中非常明白 轰隆 在他推算的一刻 突然 这身体似乎遭遇到了毁灭性的攻击 那许多金色圆球宇宙都震荡起来 向外轰击 与此同时 许许多多的白色长发 刺了进来 龙界三大高手 老不死的古董 终于在飞升之前 击出了灵力的杀招 而天飞无魔 也最终拼命了 方寒心中一惊 知道自己的推算 没有错误 这是天赐良机 一事逃走 而是可以得到巨大好处 师姐 速速出手 抢夺无极射力 这无极射力 每一粒都是天地瑰宝 增强无数年月的寿命和修为 而且 金仙法则 只要抢夺到一团 镇压下去 然后练化 以后成就金仙大盗 就简单了许多 方寒长笑一声 在天界大人物的体内 率先出手 他一出手 再次打出了治天圣法 33倍战力 做殊死搏斗 一声爆炸 33个影子出现了 每一个影子 都携带着至高无上的天威 轰炸而出 直接就把天界大人物布置下的封印 给轰炸得寸寸破裂 然后 33个方寒当空一抓 成千上万的无极射力 冲入了他的体内 这些无极射力 每一粒 都有拳头大小 上面一股股的混元之气 扭曲凝结 化为了混元符 闪现明灭 强大的生机 还有化于万物的气质 从上面传达出来 每一粒 其中的符 都凝结了一个混元婴儿的模样 如果吞吃下去 肯定会增强无穷受援和法力 当年 玲珑仙尊 星魔老人等人 就抢夺了一枚混元无极射力 就跨越了从凡人到仙人的境界 可见这射力的非同寻常之处 现在 数万 数十万的无极射力 冲入方寒身体 是多大的积蓄 方寒甚至来不及全部炼化 那33天至宝 因为施展出33倍战力 又产生了裂痕 但是大量的混元无极射力融入其中 居然使得裂痕修复 并且再次坚固 清仙法则 方清雪突然瞄准了一尊巨大的金色圆球 直接出手射拿 在天界大人物身体之内 展开了破坏 第993章 飞升 方清雪经验丰富 冰雪聪明 知道这个时候 是掠夺天界大人物 精仙法则的最好时候 他现在的修为 已经到达了悬仙的境界 还要上前一步 几乎是不可能 就算是去了天界 仍旧难以跨越 但是得到了精仙法则 那就不同了 孕育在自身本命宇宙中 一丝丝恋化 那晋升为精仙的机会 就大了许多 现在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天界大人物危在旦夕 根本没有办法 顾及体内的变化 不错 掠夺精仙法则 方寒对于精仙法则 也垂涎三尺 如果得到 他去天界修行 也有了很大的保障 不至于沦落成小人物 这两人 同时出手 都掠夺天界大人物体内的精仙法则 方清雪一出手 就是雷霆电光缠绕 命运长河出现 把那精仙法则层层包裹 开始镇压 无数的宿命符文 积射而出 渗透进入精仙法则内部 开始侵蚀 炼化 而方寒更是凶恶 三十三天造化神拳打出 把另外一团精仙法则上面 雕刻出了自己的烙印 竟然要生生地击碎 然后融入自己的身体 与此同时 那八部浮屠 也施展出了万物化龙爵 把那些混元无极舍利 一眉眉地化为真龙 冲入自己身体 无极舍利 方清雪都不容易炼化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方寒一阵之间 那些无极舍利 好像遇到了母体一般 纷纷飞来 根本不抗拒方寒 就被融化 几个刹那之后 那些无极舍利 越来越汹涌 争先恐后地 进入方寒身体 我知道了 八部浮屠在蜕变的时候 融入了苍生大印 苍生大印 是无极大世界的 本命法宝 现在气息爆发 就有了万流归宗的意境 这是天界大人物的 毁灭征兆 自作念 不可活 方寒在封印 金仙法则的时候 感觉到了这一变化的发生 不由地喜出望外 这样下去 这天界大人物 都要被自己吸食一空 居然在我体内 还在作怪 天界大人物是怒了 彻底狂暴 外面有三大杀招 群龙无手轰击 天飞乌魔的击沙 内有方寒 方清雪掠夺本源 强强金仙法则 他是内忧外患 在这危急时刻 他突然脸色一寒 眉心之中 一股漠然能遇的意念 散发而出 冲破了龙界的金闭系 又冲破了天界的金闭系 想和天界本尊沟通 我早就已经计算到了这一手 天飞乌魔向上一举 立刻之间 天空上就出现了 无数的诸神屏障 层层阻隔 居然把那力量凭空截断 使得天界大人物 再也无法感应自己的真身 力量瞬息之间衰落了下来 砰砰砰 三尊巨大龙爪 打出的群龙无手 终于破开了 这天界大人物的层层纤树 护身真刚 拍到了他的身体上 直接攻击 这三下的攻击 真是致命 无数龙力 狂勇进入了他的身体 使得他一下支离破碎 好像遭遇到了猛烈撞击的瓷器 有爆炸的趋势 既然如此 我就把你们统统埋葬 灾难无形 同复前程 天界大人物的这尊分身 脸上显现出了残酷笑容 不好 方寒 我们速速离开 他要自我毁灭这分身 我们不可能抵挡得住 方清雪突然全身一震 把那金仙法则收取 就要飞跃出去 脱离这里 但是却迟了 那金仙法则 死死地把他缠绕住 不使得他脱身 包括方寒 也被金仙法则给缠绕住了 你们还想走 统统给我葬送 想掠夺我体内的金仙法则 和无极射力 天界大人物残酷的声音传达过来 体内的所有金仙法则 全部缠绕 那无极射力的力量 也开始燃烧 轰隆 这一刻 群龙无首的力量 也轰击了进来 都在处于了毁灭的状态 师姐 我帮助你飞升 现在 你只有立刻飞升 才能够破解危难 方寒也顾不了许多 突然一掌 击在了方清雪的身上 庞大力量 灌注进入 居然是偷天找上的 天界接影之力 这一下拍击 方清雪的悬险法则 全部都冲了出来 引发了真正的天界接影 一股光滑闪烁 他的身体就开始出现 阵阵仙道阴符 那你呢 方清雪急促地道 我没有问题 你立刻飞升 我要施展诸天轮回 三十三天造化之力 护送你飞升 不被发现 方寒再次一拳 居然又打出了三十三倍战力 无数接影之力 从天而降 直接就包裹住了方清雪 方寒 方清雪的声音 被这一下包裹 混合着金仙法则 都细微不可闻 一下凭空消失 你一定要活着 来天界找我 嗡 一阵震荡 方清雪和一部分的金仙法则 消失得无影无踪 天人永隔的味道 荡漾在方寒心头 就在这一刻 轰隆 宇宙崩塌 那天界大人物 终于展开了自暴 没有任何人 能够在这强大的自暴之中 存在下来 也没有任何人 能够在这毁灭性的打击之中 流得残海 八不福多 给我歇 群龙无首之力 无疾射力之力 不破不立 不灭不生 世间自在 永恒虚无 方寒也横了心 只保留一点自己的灵魂意志 敞开所有的法宝 尽情吸纳毁灭性的力量 惊贤法则 那无极射力 甚至还有轰击进来的群龙无首之力 都统统吸入 不怕身体毁灭的吸入 天界大人物 是整个无极大世界炼制成的分身 此时此刻 狂戏之间 那苍生大印的本能 就发挥了作用 无论是什么狂暴的毁灭之力 都无法伤害方寒的本体 反而是加固着他的法宝本源 而那八不浮屠 则是一切龙力的克星 那群龙无首之力 进入了浮屠中 居然散入各大法宝 使得八不浮屠更为坚固 汲取的龙界本源之力 更为巨大浩瀚 但是 这天界大人物毁灭真身 自爆产生的力量 实在是太强大了 尤其是其中 金仙法则破灭 产生的毁灭性力量 根本不是方寒能够抵挡得了的 那一道道的金仙法则燃烧 融化 滚滚力量 开始粉碎方寒的身体 还有33天之宝 宿命之力 精妙绝伦 千万寿元 净数燃烧 在这一刻 方寒也最终 施展出了看家本领 救命绝招 小宿命术 现在他修成了玄仙 寿命已经超越了一年 堪比亘古星球 不过他现在是拼命了 居然一下就燃烧了 足足3000万年的寿命 施展出小宿命术 抵挡天界大人物自爆的力量 一下燃烧3000万年 是何等的雄伟壮阔 立刻之间 天地变色 日月无光 无数的宿命之力 凝炼到达极限 从天空降落 从虚无中诞生 甚至连一些燃烧的 金仙法则都开始崩溃了 化为了点点金光 进入方寒的身体 而方寒的身体 接受到了这些 金仙法则的融入 再度开始蜕变 平地飞升 白日语化 飞升天界 方寒在急速燃烧寿命 召唤来宿命之力的时候 也开始催动 33天至宝中的接引之力 要平地飞升 现在的局面 飞升天界 是唯一的选择 否则的话 就算逃避过了 这天界大人物分身的自爆 也难逃天飞乌魔的追杀 迟早要落入神族手里 那可是生不如死 方寒可不相信 天飞乌魔会和自己合作 把自己抓到手之后 肯定是炼化 或者百般折磨 在这一刻 方寒施展出了 平升最大的潜力 当空一阵 天界大人物的自爆 被他宿命之力震开 同时他看到了 在这大人物解体的过程中 脑袋中 最大的一团金色圆球 在不停地震荡 这金色圆球 似乎要化成一尊金色的婴儿 这金色婴儿 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有天上地下 唯我独尊的气势 他立刻就知道 这是最大的金仙法则 是天界大人物全身的根基 如果能够得到 一下飞升 那在天界也有了立身的资本 是自己以后 修成金仙的最大一掌 当下 他突然一动 奋起全身之神通 直接打出了治天圣法 以宿命之力 瞬息之间就封印了 这巨大的金色婴儿 纳入身体之中 然后和天界的接引之力沟通 找死 一声愤怒地爆炸 轰隆 那天界大人物 最终自爆成功 整个龙界深处 大片大片的虚空 土地 海洋 都化为了乌有 龙界的金壁戏 被彻底打穿 不知道毁灭了多少有形 无形的存在 这一刻 龙界死伤惨重 许多隐藏的龙族高手 都受到了这股 自爆力量的辐射 彻底死亡 连天飞乌魔的身体 都在这爆炸之中 一下消失 蒸发 化为了青烟 而方寒 在剧烈飞升的刹那 那爆炸也波及到了 他的身体 强大的力量 直接冲入他的体内 他的无暇之声 咔嚓咔嚓乱响 自身世界 都开始瓦解 三十三天至宝 似乎破碎 八部浮屠 也被这一下冲击 有一种最为积粉的现象 不过 他在最后一刻 再次催动小宿命树 又燃烧了三千万年的寿命 庞大的宿命之力 再度召唤下来 那宿命之力 和爆炸碰撞 方寒所有的灵石 当场一个窒息 昏死过去 第994章 天剑 爆炸过后 整个龙界深处 满目疮痍 一座座高达百万丈 长达数百万里的巨大山脉 被移为平地 甚至是龙界天空悬挂的大日 都缩小了一些 上面密布了金色的裂痕 似乎被震得要裂开了 天界大人物 这个分身的爆炸 威力足可以毁灭一个大世界 甚至余波 都能够让数个大世界 寸草不生 神仙以下的高手 全部灭绝 龙界虽然广阔 但在这一下爆炸 也受到了严重的创伤 处于爆炸中央的存在 就算是真正的悬仙 也得要化为乌有 金仙独有可能存活不下来 无论是方寒 还是天非乌魔 在这一次冲击中 都化为了灰烬 似乎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当然 那天界的大人物 也已经毁灭 不过毁灭的只是这个 无极大世界化成的分身而已 他的真身在天界 安然无恙 谁也不知道 他的真身 到底有多么的强横 无数白发破空飞来 白发的后面 是一个女子 居然又是天非乌魔 这个女子 好像拥有无数的分身 死了一个 还有一个 永远不会彻底死亡 他这一飞来 几个闪烁 就到达了龙界的中央 爆炸的核心部位 似乎是在寻找着什么 但是寻找了半天 任何事物都没有发现 古怪 方寒按照道理 也应该死在了爆炸之中 怎么一点气息都没有 甚至连法宝残骸都寻找不到 天非乌魔目光闪烁 竭力推算着 他是逃不掉这次爆炸 不过就算尸骨无存 荒神之池 还有三十三天至宝 自由之一等宝贝 都会遗留下来 八部浮屠 更是要和龙界本源融合 怎么统统都消失无踪了 莫非 在这种程度之下 他还能够逃过大难 说话之间 他突然之间 喷出了一口鲜血 在空中凝聚成了一尊 六角星芒的图案 立刻时间就开始逆转 显现出了爆炸前一刻的事情 浩瀚的元气波动着 逐天万界都在震撼 他手指一点 就看到了一道淡淡的人影 突破封锁 身上散发出了 无与伦比的宿命之力 从虚无中诞生 把爆炸之力抵挡了一下 然后和天界的接引之力融合 消失无踪 破空飞升了 在这一刻 破空飞升 天飞乌魔皱了皱眉头 随后看得更仔细了 就看到 那淡淡人影飞升的时候 一个金色的婴儿 融入了他的身体 被镇压住 经贤法则 大罗真英 居然在临走飞升的一刻 都把天界大人物 最厉害的本源射去走了 此子真的是气运浓厚 到达天界 也会傲视群雄 只可惜 天界不是那么好去的 厉害人物远远超越世俗 现在破空飞升 伤势严重 携带着金仙法则 无数重宝 可谓是匹夫无罪怀必其罪 若是被天界的一些势力知道 掠夺走了 也说不一定 天界 天界之中 拥有大气运的天才 比世俗中多一万亿兆倍 那里才是真正的舞台 世俗之中 不过是一块小小的井底 无论怎么强大 都不过是在坐井观天而已 天飞乌魔瞬息之间消失了 只留下淡淡的声音 飘荡在龙界的废墟之中 此时此刻 方寒是彻底晕了过去 一切零食都被封闭 遭遇到了重重的一击 他好像是 失去了自己的身体 只有一缕零食 在虚无之中飘荡 天界大人物的爆炸 对他的伤害太严重了 要不是在最后关头 他拼命施展小宿命术 差不多燃烧了自己一半的寿命 这才挽回了自己一条小命 不过 那爆炸的余波 入侵了他自己的身体 使得他的身体破裂 法宝损毁 本命宇宙都遭遇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幸亏是把所有的人都转移了出去 否则的话 造化门上上下下 全部死光 他完全无法掌控自己的身体 只有一点感觉 那就是 自己好像穿梭过了一个 诡秘的空间屏障 巨大金币戏 一层层的飞升 生命得到了升华 但是却有一种无法返回的感觉 而且 月向上飞升穿梭 时间 空间法则都和世俗之中完全不同 空间凝聚了千百万倍 时间更是呈现一种奔腾咆哮的趋势 使得他体内的生命流逝快了千百倍 除此之外 一切别的法则 也都和世俗之中完全不同 浩瀚的天心意识 进入了他的灵魂烙印深处 使得他有一种头痛欲裂的感觉 终于 在最后一声巨响 他似乎是降落到了某一个地方 然后就彻底沉睡了过去 也不知道沉睡了多久 他才悠悠地清醒过来 一眼睁开 就看见了巨大的山脉 这山脉比龙界的还要广阔十倍 一根根的大树 刺天而起 堪比晴天之柱 在无穷深远的天空之上 烈日悬挂 那烈日和方寒所认识的太阳完全不同 竟然是一种阴阳太极图形 广阔浩瀚 一面是暗金的颜色 一面是赤金的颜色 朔火流金 这大日 比龙界的大日 都不知道要广阔多少倍 方寒的神念 刚刚试探了过去 就感觉到 那大日浩瀚不动的天威 稍微一丝火焰 就使得自己的神念 有一种被炼化的感觉 这还是才上升到了 几万里高空的情况 打个比喻来说 龙界的大日是一粒芝麻 那现在方寒头顶上的这轮大日 就是西瓜 不比西瓜还要大得多 远远望去 在天空高层 有大日弥漫出来的火气 凝结成了浩瀚广阔的火焰空间 一些火焰精灵 金屋火鸟 生长在其中 在火焰空间中 更有强烈的刚风 这刚风之中 甚至蕴含有毁灭 仙道法则的存在 收回了自己的神念 方寒发现 自己一动都不能动 身体躺在一片草丛中 只有本能的呼吸 周深的学窍 三千对日月恒星 都完全损毁 本命宇宙也乱得一塌糊涂 整个身体 完全成为了一团烂肉 不过这里的元气 十分充沛 方寒稍微一呼吸 就感觉到空气中 弥漫的纯阳元气 滚滚而来 似乎整个世界 都是充满了 仙界灵气一般 身下压着的草 也散发出了 浓郁的芬芳 那草上面 居然结着一颗颗的果实 果实上面 天然有福温凝聚 居然是在古老道经之中 记载的天界灵药 降诛仙草 有起死回生 生死人 肉白骨的功效 在世俗之中 根本寻找不到 它的神念稍微一扫 以自身为中心 这片丛林中 竟然有许多罕见的药材 都是古老道经中 记载着天界才有的 而且 他细细地感受着 空中的法则 就发现了 这里的空间 坚固得无法想象 天仙都不能够撕裂空间 进行螺移 只能够飞行 就算是神仙 也只能够一下破开空间 瞬移百事来理 法力就会消耗干净 至于其他的虚仙 真仙 只能够不行 没有一点点的自主能力 空间束缚能力 到达了如此境界 可见一般 而且时间之力 也流逝得极快 方寒感觉到 比在世俗之中 快了数百倍 当真是天上一日 地下一年 他在世俗之中 寿元过一年 现在燃烧了一大半的寿命 也还有三千万年 不过在这里 他感觉到 自己只有三千万天的时间 不过换算成时间 也就是十万年 十万个天界年的寿命 毫无疑问 这里就是天界 方寒明白 自己飞升 到达了天界 和古老地道经中记载的 一模一样 古老道经中记载 仙界规则 十分强大 天仙境界以下 不能够飞行 神仙境界 才能够破开空间 飞行一小段的距离 至于仙人以下 都是奴隶 地位低下 只能够不行 天界 本来就是仙人居住的地方 至高无上 宇宙的原点 甚至不属于宇宙 是最为广阔 最为浩瀚 最为强大的最高世界 天上之天 一切大人物 都居住在其中 我居然飞升到达了天界 幸亏是 三十三天至宝的神奇 没有遭到天界规则的抹杀 顺利飞升了 不过现在在哪里 天界我一点都不熟悉 方寒躺在降珠仙草之中 思考着 同时用神念 来观察自身内部的情况 一团糟 自身的情况 可以用一团糟来形容 三十三天至宝 破碎得不成样子 八部浮屠 更是在毁灭的边缘 而轮回之盘 寂静不动 阎都已经不复存在 似乎是在爆炸中死亡 这都是导致 方寒无法动弹的原因 伤势太重了 不知道怎么才能够修复 方寒心沉了下去 他现在可谓是赤裸裸地躺在这里 天界十分危险 万一遇到什么仙人 看到他这个样子 把他抓住练化 那就完了 嗯 不过 令得他欣慰的是 突然眉心之中 传达出来一股暖流 滋润全身 仔细一感觉 在眉心深处的学窍中 端坐着一尊金色的婴儿 每一刻都散发出浩瀚的力量 大罗真意 修复着全身 这是天界大人物的金仙法则 方寒大喜过望 只要炼化了这金仙法则 我就能够彻底恢复 全圣时期的修为 甚至白齿竿头更进一步 有希望冲击金仙 就算冲击不成功 以玄仙的境界 在天界也能够混出一些名堂来 第995章 玄仲派 方寒对于自己能够成功的 飞升天界还是很欣慰的 至少逃过了一场必死的结束 不过现在受伤过重 还必须要细细地恢复 只要恢复了实力 凭借他可以一掌 拍死玄仙的手段 天界之大 仅可取得 天界之中 虚仙 真仙 都是奴隶一般的存在 只有天仙 才有地位 不过也就是稍微有点地位而已 神仙的地位更高 相当于世俗之中的乡绅 土地主 不过仍旧受很多人的管辖 玄仙地位更高 金仙则就是不折不扣的巨头了 像方寒这种 能够一巴掌 拍死普通玄仙的存在 等于是小巨头 到哪里都可以混得风生水起 不过当务之急 还是要把实力恢复 伤势修复再说 他闭目沉思 努力地调动眉心的金仙法则 那金色婴儿 大罗真火从上面冒出 渗透进入了身体的各个部位 学窍在一一地修复着 变得更加地强大 那八部浮屠 也开始蠕动 龙界的本源 本来就大量地吸入了其中 现在重新塑造 如果能够成功 肯定是比以前更加圆满 三十三天至宝 也在金仙法则的催动下 越来越凝炼 许多破碎的地方 一一修复 仙界冥冥虚空之中 一股原始之气 开始渗透进来 方寒的身体 也在缓慢地修复着 而且他的寿命 也在缓慢地增长着 金仙法则金色婴儿 就好像提供原理的永恒之炉 无论什么伤势 都可以恢复 只要全部练化了这金仙法则 方寒可以肯定 自己的伤势 不但会全部复原 而且还会提升 到达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 这片丛林 十分地安静 似乎是更古人际罕志 倒是没有人来打扰他 身体一动 已经能够运转元气 拥有了一定的实力 但是 就在这个时候 那远处丛林之中 突然传来了一阵阵的 草木摇晃声音 似乎是有人过来了 好 一声巨响 一头怪兽从丛林之中跃出 全身都是灵片 四象四溪 灵片上有一片片的 仙道符文 天然凝结成形 天符罗文歇 方寒一看 就知道是古老道经之中 记载的仙界异兽 身上的灵片纹里 是炼制仙符的好材料 天生强横 虚仙都不是对手 世俗之中没有 只有天界才存在 这头怪兽 气息喷土 奔腾之间 山势崩裂 一株株的大树都断裂 体内蕴含的力量 居然和真仙相差不多 不过 天界的空间 实在是太稳固了 就算是虚仙 真仙高手 也不能够造成破坏 远远不能够像世俗之中那样 一举手 就把千百星球打爆 在天界 虚仙高手最多权力 发出一道大仙树 能够把一座小山头 打爆都差不多了 这头犀牛猛烈串出 似乎是受到了 什么人的追赶 慌不择路 就要从方寒所处的地方 踩踏过去 嗖嗖嗖嗖 足足有数十道大仙树 从后面击射而来 全部没入了 这头犀牛的体内 然后开始造成破坏 方寒神色一动 这数十道大仙树 每一道都蕴含着 极其强大的洞川之力 是上千种 无上神通的柔和 千锤百炼 而且 大仙树一发出去 还能够自动吸纳天界元气 壮大自身 轰动 这头天弗洛文西 一下倒在地上 使劲地抽搐着 好 死了 的确是死了 这一头天弗洛文西 我们追踪了好久 今天终于把他杀死 希望能够卖个好价钱 足足有七八个人影 从山林之中跃了出来 每个人一跃之间 身上都有仙树闪烁 想竭力脱离仙界的重力束缚 飞跃起来 不过就是不能够 方寒一看 这七八个人影 都是真仙修为 长生石虫 在世俗之中 是一方霸主 在天界却飞都飞不起来 七八个人影 一跃过来 观察着 这头巨大犀牛 最后确定死了 这才七手八脚地 用一张大王网柱 拖了起来 竟然没有空间法宝 方寒却也势然 在天界 所有的空间法则都改变 只有仙气 才能够在其中 孕育出空间来 一般的绝品盗器 进入天界 所有的空间 世界都要被天界的 规则扭曲 破坏 那张大王 也是一件绝品盗器 非常坚韧 上面蕴含许多仙道法则 当然 如果这张大王 从天界降落到世俗中 立刻就可以恢复空间 雄霸天下 不过要去世俗 现在非常的艰难 方寒在修复身体的过程中 也感觉到了 天界的规则 强大的不可思议 飞升上来容易 想要降临去世俗 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至少 他现在根本做不到 等彻底修复了33天至宝 也许会有一些办法 咦 师姐 那边躺了一个人 就在这时 那七八个人影其中一个 终于发现了 躺在降珠仙草之中的方寒 不错 那是降珠仙草 倒是有些罕见 可以采摘回去 炼制仙丹 一个女子的声音响彻起来 她们的语言 都是仙界语言 和世俗之中大不相同 类似于精神波动 不过方寒不知道 杀了多少天仙神仙 早就明白了天界的语言 听起来一点都不费力 还有那个人 询问一下 是哪个门派的修士 话音一落 方寒就看见几个青年男女 站立到了自己面前 看着躺着的自己 他也不动 眼神一扫 又闭上了眼睛 虽然 他才恢复了一点点的实力 但这几个青年男女真嫌 仍旧对他造成不了威胁 可以瞬息之间 全部捏死 化为灰烬 修士 你是哪个门派的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们是玄仲派的弟子 这片山林 是玄仲派的势力范围 你速速说出你的来历 如果是敌人的话 别怪我们不客气 一个青年贺道 在下是一个散修 遭遇到敌人的围杀 身受重伤 只能降落在这里 现在动弹不得 若是几位能够带我 到安全的地方养伤 都会得到无法想象的好处 方寒睁开眼睛 扫了一眼 对几个男女青年道 降落到这里 几个男女青年听后 面面相去 随后恢复了过来 震惊道 你能飞 你是天仙 方寒不置可否地 又闭上了眼睛 这几个男女青年 并没有帮助方寒 而是闪到了一遍 神念晦色地拨动着 师姐 怎么办 我们居然碰到了 一个受伤的天仙 是要帮助他 还是 一个受伤的天仙啊 他的身上 有我们梦寐以求的 天仙法则 如果能够 其中一个神念 闪烁出了杀机 方寒虽然闭上眼睛 却感觉得清清楚楚 那个闪烁杀机的青年 长长的脸 高鼻梁 三角眼 马师弟 不要胡闹 现在这一带并不太平 我们玄众派家业小 稍有不慎 就有覆灭的危险 一个女子的声音又说话了 这个女子 显然是七八个人中的师姐 方寒感觉到她的修为 已经到达了半步天仙的层次 随时都有可能 踏入天仙的境界 面容也不是很漂亮 不过眉宇之间 有一股稳重的气息 可是 陈师姐 你的修为 已经到达半步天仙的巅峰 只差一点点 就可以化繁为先 地位大大提高 要知道 现在上面正在收罗弟子 派去打仗 听说 是和神族开战 只有天仙才可以不被征兆 有自主的权利 如果能够把这人恋化 那个长脸的马师弟 再次拨动着神念 胡说 我们玄仲派又不是邪门外道 况且这人来历不明 万一有大来头 不是给我们玄仲派 带来灭门之祸 众善因 得善果 你陈师姐训斥道 你们 把这位前辈抬起来 我们返回玄仲派 神念拨动之间 这个陈师姐的女子 来到了方寒身边道 前辈 我们玄仲派虽然是小门派 但也绝对不会做事 前辈受伤而不理 前辈在这里 的确是不适合养伤 还是跟我们回去 慢慢调养得好 多谢了 方寒点点头 你救我这一次 的确是种下了善因 等我恢复神通 必然有报答 前辈说笑了 我并不图报答 就结个善缘 这个陈师姐挥挥手 立刻就有两个人 把方寒抬了起来 向外跳跃 走出这片山林 方寒看着这群弟子 抬着自己剑步如飞 翻山越岭 不由哭笑不得 在世俗之中 针线境界 稍微一动 但是现在到达天界 在巨大的规则之力压制下 只能够不行 做普通的凡人 一个世俗 一个天界 相差实在是太大 天界 天界到底有多么广阔 方寒神念扫射四方 根本无边无际 天界的每一寸泥土 岩石 元气都坚固得无法想象 在《古老地道经》之中记载 天界之中 一出生的婴儿 就有长生秘境的实力 随着成长 很快就能够修成不死之身 到达长生七八重的实力 不过 不到天仙 都是小人物 大约是走了半日 天上的大日 有一种要落幕的味道 眼前一片山峰宫殿就出现了 是到达了玄仲派的山门 第996章 安顿 方寒被这个陈师姐一行人 带到了玄仲派的山门 山门建造在山岩之间 一座的宫殿耸立 天空中布置了一些大行径法 显现出了 这个玄仲派之中 还是有高手作证的 当然 这比不得在世俗之中 太上九卿天那些巨大门派的威势 成百上千的太古神山 漂浮在空中 笼罩一座座的星域 不过 在天界之中 物质结构无比稳定 空间规则凝固 移动一座山峰需要的力量 都相当于在世俗中 把千百星域一起排列组合的难度 小不了多少 你们 把这位前辈 抬到我居住的洞府中 陈师姐吩咐了一句 几个弟子就赶紧上山 来到了一座小宫殿前面 然后把方寒抬了进去 在一座石床上安放了下来 那石床 非常的温润 一股暖洋洋的意境 荡漾在心头 滋润着方寒周身学窍 似乎是一件宝贝 这种其实 在世俗之中 都要拍卖 价值只有那种巨无霸的天仙强者 才能够买到手 天界悬扬其实雕琢而成的 其中布置下了种种进法 是一剑度过了雷杰的绝品道器 不错不错 有滋养身心的功能 方寒心中道 前辈 这里是我修成的地方 我叫做陈燕 陈师姐姐把方寒安置好 微微点头 前辈安心在这里养伤 虽然最近世道纷乱 但我玄众派也有一点小小的势力 只要不险山 不露水 前辈的安全 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前辈能否告诉我 您是出自哪个门派 我的来历 你最好不要知道 否则对你没有什么好处 方寒脸上微微一笑 是从很遥远的地方来 被强大人物追杀 才到达这里 你解救了我 我自然会给你一些好处 说话之间 方寒嘴唇一动 一股白气从鼻子中喷了出来 如真龙 如灵蛇 在这陈师姐陈燕 没有半点防备之间 直接钻入了对方的身体 陈燕一惊 正要抵挡 但随后脸上 显现出了喜色 这是 修炼无上天仙大道的 最后一步冲击 前辈 你 孩子之气 她是半步天仙 但迟迟无法修成天仙大道 一步登天 现在突然得到了 方寒传授的经验 和原始之气 立刻蠢蠢欲动 有了一种天仙法则萌发的趋势 就立刻想闭关 争取突破 你也别忙着闭关 我还有事情要问你 如果能够让我了解一切 别说修成天仙 就算是神仙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方寒突然一下 坐了起来 盘膝而动 双眼之中 神光四射 前辈 你不是天仙修为 陈燕一惊 在他的眼中 天仙已经是大人物 超越天仙的存在 是门派之中的老古董 坐镇山门 永远闭关不出的存在 天仙算什么 神仙算什么 玄仙也不算什么 我一巴掌可以拍死一群 方寒傲然道 好了 你救了我 我也的确是需要一个地方恢复伤势 现在我想知道 我是到了哪里 这一代的势力是怎么分布的 这是天仙哪个区域 神仙不算什么 玄仙不算什么 要不是陈燕看见了方寒的手段 传授自己天仙晋升的那一刹那经验 还有充沛的原始之气 真以为自己就过来了一个疯子 不过方寒随意说话 身上自然有一股极其强大的威压 使得他不敢有任何的念头和反抗想法 这是大人物的气势 陈燕心中清楚 我随意救了一个人 本以为他是有身份的天仙 种下善因 想不到 这人似乎非等闲之辈 一举一动 都有生杀与夺 大权在握 俯视天下苍生的意境 还真的来头巨大 心中思索着 陈燕语气变得恭敬起来 前辈 我们这里一带 叫做芒山 传闻有3690亿里 在芒山之中 大大小小分布了上千个仙道门派 联盟叫做芒谷盟 我们玄仲派 就是芒谷盟的一员 至于芒山之外 我就不知道了 传闻是一些大人物的国度 我还没有出去闯荡过 只有修成天仙 才可以出去 嗯 方寒思索了一下 立刻脑海之中 就勾画出了整个芒山的情况 成千上万的仙道门派 组成了一个联盟 在延绵的山脉之中 形成势力分布 成为一个巨大的利益体系 3690亿里的山脉 没有修炼到天仙 不能利用天界规则飞行 当然不能够出去 方寒点点头 你们玄仲派应该有一些点集 介绍这一篇地狱的 拿来给我看看 到达天界 最先熟悉的自然是地方 到底是有哪些大势力 能够威胁得到自己的存在 当初 方寒在世俗之中 进入羽化门修行 都得到了一本点集 诸世界 现在到达天界 进入了芒山的势力范围 自然也应该有类似的书籍 有的 前辈 这是一本芒谷密册 里面大约是记载了各门 各派的大约势力 甚至还有芒山之外的一些情况 前辈还有什么要问的 或者是什么 有需要的 我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陈焰越发恭敬起来 方寒接过了一本书籍 上面是浩瀚的天心意识组成 他细细地翻看着 一面询问陈焰一些事情 大约过了半天 天色渐渐地黑了下来 天界的夜晚降临 天空中高高地悬挂着一轮明月 也是同样巨大 不可镀测 以方寒的神念 休想观看到分毫 亘古长存 与世不朽 清冷的光辉 从月亮上泼洒下来 天界的夜晚十分寒冷 说话之间都带了丝丝的寒气 隐隐约约 在宫殿外面的遥远山脉之中 甚至会传达出来一些怪兽的吼叫 惊人心神 方寒倒是知道 在芒山山脉的深处 有许多妖兽 仙兽的存在 有强大的妖兽仙兽 堪比天仙 神仙 一些门派的弟子 碰到了十分危险 在和陈焰的交谈中 他有一次就遇到了一头天仙级别的 这里势力分布的大概 同时也知道了 这里是天界的荒芜之地 处于一些小角落的边缘 天界真正的繁华所在 还在山外 方寒摇摇头 他本来想大概了解一下天界的势力分布 比如一些古老天军的居住场所 灾难天军 混沌天军 雷帝天军 甚至是传闻之中的天庭 三十三天之所在 但是现在看来 这些都不是自己现在能够接触到的 天界有多么大 就算是终结圣亡 混乱天军这些人都不知道 潘西坐在床上 方寒仰望天空的月亮 心中产生一股异样的感觉 居然有一些思念世俗 思念玄黄大世界 那里是他的家乡 不知道 现在玄黄大世界还在不在 被神族炼化了没有 清雪师姐也已经飞升天界 对了 烟水天也在天界 太一门传闻在先界 也有很大势力 我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不过现在 恢复实力才是正经 方寒细细运转体内的修为 发现伤势已经恢复了一小部分 不过要快速恢复 必须得炼化那精仙法则 前辈 您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陈燕道 不然的话 我修炼去了 这是我的一张丹方 你去购买一些药材 我要炼制一门丹药 好快速恢复我的实力 方寒说话之间 身体之中飞出了一片金光 金光上面冒出一页经书来 上面密密麻麻记载了药材 它是要炼制仙丹 用来辅助炼化精仙法则 在先界 处处都是世俗之中罕见的药材 要炼制起仙丹来 非常容易 这些药材有的十分珍贵 我只有去芒果蒙的市场上购买 但是 我的积蓄不够 哦 积蓄 你是说原始丹 方寒明白了 在天界购买东西 都需要原始之气 凝结成的原始丹 不过不修炼到天仙 根本不可能从天界的元气之中 汲取到原始之气 就算是天仙 也需要在原始之气充沛的地方吐纳 天界 有的地方 原始之气充沛 修炼起来 事被公办 有的地方 原始之气匮乏贫瘠西薄 修炼起来就举步为奸 在这玄虫派之内 方寒就感觉到 虚空之中凝结成了一些大阵 在汲取着九天之上的原始之气 同时地底的一处神秘灵脉中 也渗透出了原始之气 显然是玄虫派的祖师 开辟出来的洞天福地 加速弟子修行 也好 你先去修行 等我恢复一些了 就和你一起去芒果蒙的市场上 购买炼丹的材料 方寒现在身上也没有原始丹 得要从虚空中汲取 现在他自身能够汲取 三十三天至宝 也能够凭空汲取 还有那荒神之池中的太极神球 也会源源不断地输送 太极神球中的原始之气 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汲取来的 涓涓细流 永不停歇 是 前辈 我去修炼了 陈燕这个女子退了出去 进入另外一个密室中 开始打坐餐物 方寒闭上眼睛 吞吐着金仙法则 神念则渗透进入了虚空 开始发散 弥漫开去 十万里 百万里 第997章 终结轮回 主宰裁决 天界 明月高挂 银灰洒落 月光如水 这月光和世俗之中的月光绝对不同 夹杂着淡淡的仙气 还有古老的太阴精华 更有谁都不能够理解的玄奥法则意念在其中 方寒默默运转疗伤法门 炼化体内的金仙法则 同时感应熟悉天界规则 探查四周的动静 以他现在的修为 只要一恢复 这三千六百多亿里的盲山 简直是无敌 他刚才已经打听到 整个盲山千百修道门派 其中最高境界的乃是一些高明玄仙 等他一恢复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一巴掌一个 可以直接拍扁打成肉饼 不过在天界之中 神仙 玄仙都能够毫无顾忌地 发挥出最大力量 如果是一些古老的玄仙 修成了半部金仙大能的人 在没有恢复之前 方寒还有一些顾忌 所以他现在 努力恢复 到达天界这个陌生之地 唯独有实力 才是永恒 金仙法则一道道地炼化 他的身体学窍中 充满了大罗真火 那真火滚滚燃烧 把受伤的经脉融化 修复 与此同时 他把所有的法术 按照天界规则 再重新地修炼了一遍 现在 他却是不能够加速时间修炼 天界的时间 本来就有一种特殊的属性 十分的狂暴 根本把持不住 如果是他全部恢复 倒还是可能随意催动时间 扭曲天界规则 但是现在元气不够 就有些勉为其难 原始之气 知道天界的货币是元始之气 凝结成的元始丹 方寒就开始采集元始之气 他却并没有在这玄众派的洞天中汲取 这是对方的门派重地 如果大量汲取 就使得元气稀薄 会引起不好的后果 他的神念 直接渗透了出去 冲上高高的苍穹 借饮九天之上的天界灵气降落下来 从其中讨练元始之气 天界的元始之气 也十分稀薄 就好像是沙力淘金一般 吸取方圆数百里的天界元气 从其中也许逃不出一丝的元始之气 不过方寒的三十三天至宝 其中到天梯偷天爪 都是逆转天界规则 偷取天机的绝好宝贝 蕴含无穷无尽的奥妙 他运转神念 无声无息地寄了出去 足足飞上千万里的高空 化为一团虚空 无声无息地 把所有元始之气都一扫而空 虚空之中的元始之气 对于三十三天至宝 好像是蜜蜂遇到了鲜艳的花朵 根本不用讨练 一下就依附在了三十三天至宝之上 而方寒又分出一部分的神念 运转荒神之池中的太极神球 那神球加大了运转的速度 更多的元始之气溢了出来 那太极神球 非常的玄傲 似乎是和某种天界的本源 合二为一 方寒现在还参悟不透 不过他可以肯定 应该是本源道人遗留下来的瑰宝 传授给了盘武先尊 直到天色大明 那方寒自觉伤势 又恢复了两三成 点点头 站立起来 无声无息地收回了三十三天至宝 把那些采集的元始之气 凝炼成了丹药 发现也有数千枚 点点头 一枚元始丹 价值十分宝贵 根本不是纯阳丹能够媲美的 就算是依照的纯阳丹 也换取不到一粒元始丹 在天界 到处都是纯阳元气 随意呼吸 都是各种仙气 纯阳丹药根本不值钱 唯独元始之气 才是真金白银 往往一个天仙 辛辛苦苦 修炼一个月 采集元始之气 也未必能够炼制得出一枚元始丹来 那丹药还不纯粹 现在方寒一个夜晚 就得到了数千枚的元始丹 说出去 可以把人活活吓死 天界的药材 十分好采集 也许多是世俗中罕见的 可以让我大量炼制丹药 恢复元气 只要能够炼制成几种绝品仙丹 还有一枚王品仙丹 我就可以把金仙法则彻底练化 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方寒是想炼制一枚传说中的王品仙丹 原本在荒神之池中 没有什么大碍 绝品仙丹 现在已经对它没有什么作用 唯独有传说之中的王品仙丹 才能够恢复伤势 本来 在《古老地道经》之中记载 王品仙丹 必须要金仙以上的高手 才能够炼制 不过方寒现在 体内有金仙法则 大罗真火 勉强炼制 也不是不可以 三十三天至宝有补天炉 是炼制丹药的无上丹炉 至于那王品仙丹的炼制法门 是终结圣王传授给他的 叫做中古圣灵丹 一旦炼成 天地变色 日月无光 起死回生 方寒观察天空日月变化 心中在想 怎么炼制中古圣灵丹的时候 突然几道长虹式的光芒 降落在了宫殿外面 嗯 天仙 在天界 只有天仙级别的高手 才能够飞行 想不到我玄仲派 来了尊贵的客人 陈彦 你为什么隐瞒不报 还是马侍侄告诉了我们 怎么能不见识一下 带瞒贵客呢 长虹降落 声音从外面传递出来 陈彦 你胆子越来越大了 现在是非常时期 我们芒山也并不是安全之所在 万一有什么邪魔外道 混进来怎么办 都不要争执 贵客 还不出来一件吗 一个中气十足 带着淡淡威严的声音 响彻了起来 直接传入方寒的耳朵 震荡灵时 居然暗含空间运转至奥妙 撼动了天界之空间规则 这是神仙高手 天仙能够飞升 神仙能够穿越天界之虚空 利用天规痕迹 不过远远没有在世俗之中 穿梭那么顺利罢了 方寒慢吞吞地走了出来 就看见在宫殿外面的场地上 站立了数个修士 当中一尊修士是个中年人 身穿白色道袍 竟然是一件仙气衣服 眉宇如剑 昂藏如山 两手空空 修长的手指 随时都可以扼杀人的生命 居然是神仙的修为 其他的 在他身边 有五六尊天仙 各个都用警惕的目光 看着方寒 毫无疑问 这些就是玄仲派的精英了 诸位道友 如何称呼 方寒慢悠悠走出来 扫了一眼众人 用有气无力的画道 好像是大病未愈 你是什么人 怎么受伤的 如何混入了我玄仲派中 说吧 一个天仙级别的修士 突然上前踏出一步 脸有一些长 和那个先前 想炼化自己的马师弟 有些相似 似乎是父子 而陈燕站在外围 连连摇头 一副让方寒警惕的神色 我不过是个野外之外 偶尔受伤 得到玄仲派陈燕姑娘的救助 并不是什么奸细 方寒依旧用着 有气无力的语气回答着 似乎是个病夫 父亲大人 这肯定是个魔道的奸细 把他抓住 那马师弟突然到 眼神中闪烁出阴冷的光来 随后传递神念给自己父亲 父亲 我迟迟无法 冲击到天仙这关 服侍再多的仙丹 都没有用处 不可能没有成仙的前置 但是现在 如果能够炼化一个天仙 得到他的全部天仙法则 就有九成的希望 听到了自己儿子传音 这个天仙修士一动 再次一步踏上前去 既然你不愿意说 那我就只好 把你擒拿下来 严刑逼供了 正好最近 芒谷盟盟主传递下命令 让我们诸多门派严密排查 怕有下界凡间的一些修士 飞升上来 天仙规则最近出现了漏洞 一发现这些凡人 偷偷上来的修士 就立刻抓捕 送出去是天大功劳 我看你就是下界凡间 偷偷飞升上来的 在说话的同时 这个天仙修士出手了 他一出手 手上就出现了无数圆圈 大手暴涨 对着方寒就直接擒拿 空中到处都是波动的气流 前辈小心 这是我们玄中派的三玄擒拿手 三重大仙术相互组合 陈彦一看 急忙提醒 找死 方寒目光一寒 众人都没有看到他的动作 似乎就是轻轻喝了一声 那无数圆圈的三玄擒拿手 就被彻底破掉 那天仙修士 整个人好像炮弹一样被打飞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破 鲜血狂喷之间 这天仙修士 好像死狗一般的 躺在了广场上 只有静气没有出气 刷刷刷 所有的玄中派高手 都大吃一惊 各个剑拔弩张 尤其是那尊神仙高手 张口一喊 孽障 身上道道气静 化为天网 向方寒笼罩过去 那天网的每一道丝线 都是大仙术组成 轰隆隆盖压四方 天地色变 果然 神仙在天界 发挥出来的威力 比在世俗之中大了许多 甚至连中央大地 木野苍茫 都没有这个玄中派掌门 现在一击的力量大 在天界 规则稳定 不怕破坏 神仙肆无忌惮 酣畅淋漓地施展大仙术 这是玄中灭罗网 绝杀之招 掌门居然炼成了 许多人物都震撼起来 但是 在下一刻 方寒手指一动 吃了 这张大网 全部都被破掉 催枯拉朽一般 方寒的手指 已经点在了 这尊掌门的眉心之间 第998章 老祖宗 管他什么手段 我自一招破枝 方寒根本没有动用 什么大仙术 就是一指 划开了层层大仙术 凝结成的罗网 一指直接点在了 玄中派掌门的眉心中间 那玄中派掌门脸色大变 似乎是被一柄锐锐的仙气 触及到了生命的底线 只要方寒微微一送出手指 他的脑袋就要爆炸 甚至能够撼动 其中神仙法则 本命宇宙 他的身体暴退 就要躲避开方寒的击杀 但是 方寒的手指上 似乎带着无与伦比的犀利 要把他整个人都吸取进去 他怎么退后 都动弹不得 刹那之间 脸上的汗珠就滚滚下来 方寒却停手了 把手放下 站立当场 玄中派掌门 修位太低了 像你这样的神仙 我一指之间 可以杀死一百个 真当我受伤了 就可以任凭人欺辱 你 玄中派掌门 有一些声音干涩 喉咙嘶哑 刚才他是从鬼门关上 走了一遭回来 方寒若是真的杀他 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 速速警报 出现了绝世妖念 一个天仙高手尖叫起来 就要发出警报 但是他的话音刚刚起 就被人捏住了喉咙 却不是方寒 而是玄中派掌门自己 掌门 那个被捏住了喉咙的高手 一脸不可置信的神色 住口 这位道友 已经手下留情 要不然的话 凭借他的实力 可以把我们玄中派 鸡犬不留 玄中派掌门 把那尊天仙放下 随后对方喊点点头 做了一个功 前辈 您是玄仙的修为吧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情受伤 能够屈居于我玄中派中 使得我们蓬壁生辉 玄仙修为 全是玄仙修为 玄仙的修为的老古董 只有在芒谷蒙一些大门派中才有 我们玄中派 要是多了一尊玄仙 那地位会大大提升啊 想不到 陈彦居然捡了一个受伤的玄仙回来 这是什么运气 不知道对于我们玄中派 是福是祸 哼 那玛锤父子 居然还在想对玄仙人出手 这不是自寻死路是什么 当下 玄中派的一干人物 议论纷纷 当下 就有几个天仙叫了起来 掌门师兄 这玛锤父子 居然攻击前辈 罪不可恕 要重重处罚 以警校游 望前辈平息怒火 不错 玄中派掌门点点头 发出了命令 诸位 先把这两个罪孽深重的父子压下去 是 几个天仙高手上来 就要动手 那真仙修为的年轻人马师弟 早就吓得魂不附体 浑身好像雨水淋湿了的母鸡 瑟瑟发抖 说不出话来 慢着 方寒摆摆手 怎么 前辈 您还要处置这两个孽障 玄中派掌门身躯一阵 他现在就怕方寒怒火没有平息 得罪我的人 一般没有什么好下场 不过 我来到你玄中派做客 也不能够太过分了 客随主编 这样 我灭你们一个天仙 又送你们一个天仙 方寒脸上显现出了冷笑 突然当空一抓 啊 本来躺在广场上的那姓马的天仙 突然一下 被方寒凌空抓了起来 全身发出尖锐的惨叫 身上一股股的浮屠龙火 开始燃烧 那浮屠龙火之中 夹杂着大罗真火 不过 大罗真火这玄中派的人都看不出来 要是看见了 恐怕个个都得吓死 这代表着的 是金仙大道有望 整个蒙古蒙 三千六百多亿里的蒙山 都没有一天高手 金仙 对于他们来说 都是遥远的传奇 前辈 玄中派掌门大惊失色 怎么 你难道想我放过的 方寒语气之中 杀鸡让人不寒而颤 不敢不敢 龙吟虎啸 一声巨响 那姓马的天仙 陡然化为了一条真龙 钻入了陈燕的身体 啊 那陈燕居然突破天界规则 凌空漂浮了起来 整个人的身体 条条仙气机舍 化为仙龙 咆哮震荡 一下就跨越了从凡道仙的变化 进入天仙夜位 我终于成为了天仙 似乎是不敢相信 陈燕看着自己漂浮在空中 不由得兴奋无比 下来吧 方寒把手一招 再一点那马失地 他整个人就炸成了一团血舞 种种苦修的神通 也都融入了陈燕的身体 看见方寒这般狠辣的手段 所有玄中派的猪人 都寒缠若静 有一些真仙 虚仙弟子 都在双腿哆嗦 还请前辈在我玄中派 多呆几日 指点我们倒数 晚辈玄正子 玄中派的掌门 攻攻净净地道 这也没有什么 我现在 才恢复两三成的实力 的确是需要在玄中派养伤 等伤势痊愈 才能够出去 在这期间 你们玄中派上上下下 都会得到我的指点 不过我的行踪 你们却不能够透露出去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知道了吗 是 玄中派掌门点点头 好 我现在 要和陈燕出去 到你们什么芒谷蒙最大的市场上 购买一些药材 炼制令我恢复的丹药 我就用你们玄中派长老的身份 是前辈 这是长老的令牌 您拿着 掌门玄正子 连忙取出了一块令牌 交给方寒 陈燕 走吧 给我指点道路 说话之间 方寒伸手一抓 把陈燕抓起 手当空一丝 坚硬的天界虚空 居然好像幕布一般地被他撕裂 出现了一个巨大黑洞门户 在黑洞门户之中 施令的神仙都心计的天界时空风暴 方寒却不以为然 拉着陈燕走入了其中 法力消散 那空间一下合拢 无数的余波席卷了整个玄中派的广场 使得一些天仙连连后退 两久之后 这些人才回过神来 掌门 许多天仙都围绕着他 各就各位 严密封锁消息 掌门玄正子面无表情 发布命令之后 一下消失不见 不一会儿 他就进入了玄中派后山 一个隐秘的时空之中 在那隐秘的时空中 居然被人用大法力 开辟出了一个国度 这个国度十分坚固 和天界法则相互交融 玄之又玄 居然是玄仙开辟出来的 在这国度之中 豢养了无数的天魔 甚至还有圣魔 神族 妖怪 神兽 安居乐业 都在念叨着一种古怪而玄妙的经文 增强国度的力量 在国度的中央 端坐着一个老道士 老祖宗 玄正子拜见 一闯入这国度中 那掌门玄正子就跪了下去 恭恭敬敬 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和不敬 刚才外面的事情 我都看到了 我们玄仲派之中 进来了一个高手 那老道士 眼神突然睁开 那老祖宗 为什么不出手 阻止他 让他炼化马尸垫 玄正子道 这是门派的最高秘密 老祖宗除了他知道以外 门派的所有人都不知道 这位老祖宗是秘密武器 玄仲派的杀手锏 第一 我出手 元气波动 有可能让另外一些门派的老古董知道 他们都以为我死了 却不知道 我隐居在这里 参悟大道 第二 就算我出手 也奈何不了那人 什么 老祖宗 就算你出手 也奈何不了那人 那人可是说 只恢复了两三成的实力 玄正子差点跳了起来 没有错 你不认识 他刚刚在炼化 那马锤正孽障的时候 居然蕴含了大罗真火 你知道 什么叫做大罗真火 是参悟了金仙法则 才能够领悟出来的 我闭关了一万个天见年 都没有能够参悟 这老道士摇摇头 所以 你千万不能够得罪他 最近蒙古门 有大的变动 传闻之中 在遥远的仙界深处 亘古长存的天庭 已经发出了命令 要征召战事 我不方便露面 也许可以让这人去顶着 老祖宗 听说最近下界的神族 和天界展开了大阵 把天都打了一个缺口 许多古老的天军 已经去用法力修补苍天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不错 神族再次进攻 龙界 佛界也同时和天界开战了 不过 这都翻不起什么大浪来 当然我们这些小门派 也难免波动 老道士道 你出去吧 等我用天机推算一下 那人的来历 再加以利用 是 老祖宗 玄镇子退了出去 这老道士手指掐动 在推算天机 突然之间 他的国度一阵 一股磅礴的力量 降临下来 他猛地吃了一惊 谁 当然是我 一股金色的光泽 降临了整个国度 凝结成了方寒的形体 想不到 在这玄众派中 还隐居着 你这样一尊高手 实在是罕见 玄仙 要不是我对于天界规则 有一种洞察力 还真的无法发现你的国度 你居然能够寻找到我的国度 老道士震惊到 他感觉到了巨大威胁 突然一掌劈了过去 方寒微微一笑 打出了裁决七世 团团风暴 就把老道士围困住 两人在国度之中 瞬息之间 交手了千百个回合 碰 最后一掌对拼 老道士胡须飞扬 就要施展出杀招 方寒却哈哈一笑 这只是我的一个分身 试探下你的实力 第999章 天界与化门 阁下到底是何人 那玄仲派的老祖宗 彻底震惊了 他在玄仙境界 苦修多年 孕育了自身的国度 运转宇宙之奥妙 参悟大罗 本以为在惊仙之下 也算是一号人物 但是现在方寒 突然之间闯入了他的国度中 如入无人之境 并且 这还是对方的一个分身 这令得他心惊肉跳 不能自己 以为方寒要下毒手杀他 不过方寒却停了下来 他的心思才稍稍放平了一些 刚才你的话 我都听见了 你觉得 我的修为如何 方寒盘西坐了下来 身体金色 支付不定 一道道的金色纹理 在四周密布 显现出了这个身体的不确定性 四真四幻 是个不折不扣的分身 阁下身不可测 已经参悟了大罗妙用 精仙法则 想必是半部精仙大能 如此修为 何必在我小小一个玄仲派里面安身 我玄仲派是小妙 安不下你这尊大菩萨 三尺浅水 也不能够容纳你这条真龙 老道士沉下心来 细细地道 我是受伤 偶尔被你们派的女弟子所救 这是你们玄仲派的机会 我现在已经大约知道 玄仲派的实力如何 在这三千六百亿里的盲山之中 有些门派对你们玄仲派虎视眈眈 有了我之后 就算你们坐这盲山 整千百修道门派的总盟主 也不是不可能 方寒声音极具诱惑力 总盟主 总盟主是天庭定下来的 你根本不能够坐着 就算你是真正的金仙 也不可能 这老道士有一些心动 但是随后摇摇头 哼 等我恢复了实力 你就知道 可能不可能 方寒冷哼一声 张口吐出了一页金书 我要开炉炼制一枚王品仙丹 你若是辅助我 得到这些药材 我可以和你分享一些金仙之道 这页金书上面 是药材的数量 不知道 你齐全不齐全 王品仙丹 老道士大吃一惊 和我分享一些金仙之道 此话当真 自然当真 方寒一切都在掌握之中的笑容 让人十分的幸福 这些材料 我有一些 不过还缺少几样罕见的存在 在芒果农的市场上可以买到 不过需要不少的原始单 我玄真道人一辈子的积蓄 也就只能够练制这些 老道士玄真道人道 叹吸了一口气 我是来向你借点原始单 购买剩下的药材 你有的话 就拿出来如何 方寒大手一身 金光闪烁 想分享金仙法则 必须要助我一臂之力 好 老道这件事情 也就干了 玄真子摇摇牙齿 他知道 方寒这种高手 如果要强行攻破他的国度 也不是不可能 不如合作赌一把 在说话之间 他一张口 吐出了一团拳头大小 形似内单 凝练至极的原始之气 一个散开 化为了数万枚原始单 落入了方寒的手中 看来原始单真的很难积蓄起来 你身为玄仙高手 寿元肯定是三五万个仙界年 在这么悠长的岁月中 才积蓄下了这么一点点的原始单来 方寒摇摇头 是啊 我玄仲派家小夜小 好不容易才在盲山之中 寻找到了一条地下灵脉 里面蕴含有太古时代的 小部分原始之气 用禁法封锁起来 在上面建造山门 这才使得虚空中原始之气 浓厚了一些 不过 这条灵脉 在三五百个仙界年之后 就会消失 如果还不夺取到一条新的灵脉 那我们玄仲派就失去了根基 以后弟子越来越凋零 不会有人晋升到达天仙了 玄真子道 如果你能够帮助我们玄仲派 夺取掉一条大的灵脉 只要能够坚持数千个仙界年就可以了 这个无妨 我只要恢复了 随便屠杀几个门派 抢夺他们的灵脉就是了 方寒身躯一动 金光闪烁 抓住原始丹就消失了 从玄真道人的国度之中顿走 谁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走的 玄真道人摇摇头 连推算都不敢推算了 虚无的天界空间中 强烈的空间风暴在其中咆哮 足可以撕裂天仙 甚至连神仙都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就必须要出来 否则就会迷失 不过 其中一团金光穿行 任凭时空风波如何猛烈 都不能够动摇他分吼 前辈 那是什么 陈彦看见方寒在虚空中穿梭之间 一团金色的光从身后飞来 又融入了他的身体 连忙问道 也没有什么 不过是我的一个分身 和你们玄中派的一个前辈 好好地谈他而已 我们玄中派的前辈 陈彦自然不知道玄真的存在 不过他也知道 方寒身上无数的秘密 不能够询问 他选择了沉默 按照你指点的方位 前面是芒谷蒙最大的城池了 方寒把手一挥 顿时时空风暴开始稳定下来 在外面真实的世界中 显现出了无数的仙山 树林 甚至巨大平原 湖泊 处处充满灵气 在足足有365座仙山簇拥的地方 有一处平原 平原上修建了壮阔的城池 方寒甚至可以看到 在平原的地底深处 有一团长达千万里的灵脉 蕴含了原始之气 十分浓厚 被浮层层封锁 比起玄仲派的灵脉 不知道大了多少万倍 这里就是芒谷城 3600多亿里方圆的 芒山山脉 最大的一条灵脉 而且是千百修道 门派聚集的核心地方 方寒看向地面 有一种把那条灵脉 直接收取走 炼化的冲动 在世俗之中 有灵脉 也不过是一些仙气灵脉 不会有原始灵脉 就仅仅是这一条原始灵脉 只怕就比一些大世界都要珍贵 不过 他听玄真道人说 这芒谷城的盟主 是由天庭指派的 也不敢轻举妄动 天庭是传说之中 造化仙王居住的地方 方寒也知道 拿世俗之中的比喻来说 这芒谷城对于天庭来说 就是一个小小的村落 连县城都算不上 不过现在 他没有恢复实力之前 还是不能够肆意妄为 前辈 这芒谷城 是由许多古老的玄仙 还有神仙修建而成的 外面不止有极其强大的空间进法 无数仙镇 我们不能够硬闯 陈燕焦急地道 这个我自然知道 方寒是何等修为 眼神一扫 就看见了 那巨大城池外面 的确是布满了进法 就算是一般玄仙进入 都恐怕要被困住 然后高手杀出 把其击杀 他无声无息地从虚空中出来 带着陈燕到达这大城的城门口 城墙高达万丈 光芒四射 地面晶莹 居然都是纯阳之气凝结成的 简直是一座纯阳之城 在城门口 上百个身穿绝品盗器铠甲 都是真仙境界的修饰 来回巡逻 其中领队的是一尊天仙高手 悬浮在空中 检查着出入的人群 绝品盗器 在天界 和纯阳元气一般 都已经不是稀罕的货物 因为天界的材料 实在是太丰富了 地面的泥土 都是仙土 到达世俗之中 都是炼制丹药 修炼五行道术的绝好材料 价值连城 许许多多的修饰 川流不息 从城门之中进入 都要缴纳税收 每人一枚原始丹 收费十分之贵 一般真仙根本不可能 进入城池中 嗯 这不是玄仲派的陈燕吗 你今天居然想 进入这芒谷城中 带队的天仙突然发现了 方寒和陈燕从远飞来 先是脸上显现出了 轻蔑的笑 随后一震 陈燕 你居然修成了天仙 不错 我修成了天仙 看着这个带队的天仙 陈燕直接飞出了 两枚原始丹 落入对方手中 吐气扬眉地道 炼制丹药 什么 你们玄仲派的 至尊太上长老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带队的天仙眼神 闪烁出了浓浓的疑惑 随后冷哼 今天城门封锁 有大人物要降临 你 孟知晓 刚才那么多人都进入了 怎么没有看见你阻拦 你是想故意对我屎半子 陈燕怒道 刚才进入的那些人 都是得到了大人物的召见 你们玄仲派 根本没有进入 那尊大人物的法眼 孟知晓慢条思理地道 实话告诉你 今天芒谷城中来的大人物 是传闻之中 天庭使者 本身的身份 是中州王者大派 于化门的绝世天才 我们芒谷盟的大人物 都在其中接待这位 绝代天才使者 你们就等在城门口吧 你 就算是天庭使者到来 芒谷城还是做生意的 我们只不过是进入 芒谷城购买药材 陈燕道 十枚原始丹 这队长天仙梦知晓 伸出了手 什么 你抢 陈燕大怒 回身看了看方寒 方寒却一脸平静 走上前来 目光一闪 立刻这队长梦知晓 就感觉到了一股 压迫性的气息 扑面而来 内心深处居然有一种 窒息的感觉 不过他猛地一下跳开 你想干什么 方寒屈指一弹 十枚原始丹 落入了他的手中 随后声音沙哑地 说了一声 走 进城 这天仙队长看着 居然不敢阻拦 乖乖地放开了进发 前辈 陈燕进了城中 立刻开口道 哼 小小天仙 也敢阻拦我 我已经在他的身上 中下了太古秘咒 等我恢复了实力 就去灭了他所在的门派 他的门派灵脉 就交给你们 玄众派所有了 方寒随意地道 脸上浮现出微笑 羽化门 中洲王者大派 看来羽化门 在天界的势力不小